朵朵 你觉不觉得咱们俩在一块儿 那感觉挺特别的 特别 怎么特别了 你特别像我女朋友 尤其现在 我不介意 你不介意 我介意 开什么国际玩笑 喝茶 这么多废话 我要是很认真的希望你做我女朋友 我看你这个头啊 快进来 对不起啊 我是认真的 认真 那我也认真的告诉你 不可能 为什么 为什么 你看看你这个人 狂妄自大 蛮横专制 一点都不知道体贴人 说话信口开河 想人出事一出 还能妙致 说不定 你还有暴力倾向呢 最关键的是 你不认路 出门就找不着北 怎么可能呢 我除了这个头背撞成这样 我哪次在意过啊 以前追我的女孩多了去了 我跟你说 那天天给我写情书 迷得我不行不行的了 也就在你眼里我一文不值 是你没眼光 也难怪 有眼光也不会看上更成那种片子 再对家一点 说话爱自己人 不 我 我不是有一个说的 是你逼的对不起 你 你 你就是为了他把自己杀成这德性的 你 你是不是上次那个猪肉绑马 这是你 正是在下 我叫贺曼是他最好的兄弟 你就是那躲躲的 上次真是谢谢你啊 谢谢他干嘛 你来谢我 你朋友来看你了 我就先回去上班了 走了啊 你怎么知道我叫多多 你伤成这样就是为了这个药神 没什么的女人 你以为所有女孩都将你胖那种凶大无脑 呦呦呦呦呦呦 还真生气了 哎 兄弟我觉得这回你是真没陷进去了 这种女孩可不好搞定 要不要我教教你呀 我也没想明白我这回怎么那么忙命呢 哎你帮我想想 你说我能用什么方法 能把她给打动了 你都快被撞死了 还打动 我跟你说啊 就这种那样 钱没用 自残更没用 她以前那什么男朋友 不是一假编剧吗 她喜欢的是浪漫 温柔 所有的伟大创造 都是从模仿开始的 这些脑残疾的偶像剧 就是你这种初学者的必经阶段 哎 她告诉所有准备泡牛和正在泡牛的男人 一个十分深刻的道理 学会卖萌是有多么的重要 第一课 从脑残的偶像剧开始 你 你 小公 你小白回来了 你 你早就猜到会这样了 所以打了备份钥匙 真是 我爱你大叔 我爱你 真是的 真是的 我这眼泪 早晚被那些混蛋冰雪给添光了 那让我觉得 还没有我的故事改善 但是 苦一苦爱是很过瘾的 睡在唱歌 你冰过了吧 是隔壁电视机的声音板 不可能 不可能 妈呀 我的生命 我也该不像她那样坚定 即使一颗悄然飘落的胸 她脑子真给撞坏了 也会让我不住地流下眼泪 别唱了 我不住地流下 别唱了 调都跑到河南了 快说是不是特感动 特幸福特慢 那倒没有 就是觉得特难听 特四耳 特崩溃 你是不是女人啊 这在偶像剧里 女孩听到这儿都挖挖的 你来得不巧 我已经挖挖过了 今天的眼泪剂量 刚好用完了 等会儿还有 还有一首 你听听这首 英文的 我要走 可怕 水 hay 不 无 Medicare 这封 你看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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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吧喊吧 我特理解你 OK 我好了 我要是你 我还挺感动的呢 你永远不要跟我提感动这个词 我恨他 2 2 3 2 3 已经不止一个人 给我反映过古奇店的定位过高 所以导致第一个月的业绩不佳 你对此怎么看 郑莫是个新人 采取的是全新的经营方式 有这个成绩已经很不错了 有一个问题我不是很明白 你在PMS是出了名的沉稳谨慎 严格自律 甚至呢比很多年龄大的人 还要深谋远虑 怎么忽然任由一个 这么年轻的新店长来做决定呢 也许就是因为我太沉稳了 所以想突破一下 再说为公司培养新人 是要付出点代价和冒险的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 郑莫还年轻 即使他失败了 换个地方还能重新开始 所以牺牲他 倒有问题不大 你怎么就知道他会失败呢 你我一看就知道了 在那样一个生活区开大型超市 但产品的选择呢 却不迎合老百姓的消费习惯 而是以中高端产品为主 那这样的话 盈利的可能性 连一半都还不到 你看上去不像是个 相信奇迹的人呢 那你又怎么知道 爱相信奇迹的正末 不能创造奇迹呢 你不是想说 你把全部希望 都寄托在一个年轻人身上吧 苏姐 我能这么称呼你吗 好啊 这个称呼更亲切 你是我最得力的助手 我希望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之间 会有太大的分歧 明白 那就好 不过还有一件事 我认为食品部 供应商的布局分配 很不合理 个别供应商呢 占据的份额比重过大 所以我想做出相应的调整 不然呢 这会对公司的整体运营 很不利的 食品财购部 我就全权交给你负责了 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做调整 随后呢 给我一份调整计划 就可以了 好的 你 你伤得好重啊 是不是昨晚 白叔 告诉你啊 你唱得挺好的 我都被感动了呢 是吗 那朵朵呢 他其实有点感动 不过他爱逞强 感动也不会说的 真的 你真的希望我进采购部 我刚才说的不够清楚吗 不是 是有点突然 我不太敢相信 现在机会就摆在你面前了 选择权在你 可是 那么多人想进采购部 为什么偏偏是我呢 因为你有前置啊 我看得出来 你的沟通能力方面呢 非常有天赋 对各类商品性能 轻车熟路 对于价格 也有很高的敏感度 这些都是一个好采购 所需要的职业素质 可是我一点经验都没有呀 经验都是从无到有的嘛 我可以教你啊 这事你不用急着答复我 你先回去好好考虑考虑 什么 要叫你去采购部 嗯 他是这么说的啊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 我不同意啊 我还想安排你做我的店长助理呢 给你当助理啊 那你还得把我折磨死 你是想公报私仇吧 反正我就是不同意 推了啊 你去跟苏珊娜说 你就说我不放人 说你专制你还不承认 你怎么能限制我的个人发展呢 你不说是吧 你不说我跟他说 郑默 你过分了啊 其实我之前还有些犹豫 担心自己不能胜任 现在你这么要求我 也迫使我立刻做了一个决定 我决定了 去 啊 重磅炸弹 大大亲情牌 亲情牌 像朵朵 这种重情重义的女孩 你要是把他家人搞定了 你就成功一大半 你饶了我吧 他爸是一极品 跟他家人接触 一 是为了拉近亲情关系 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他的喜好 精确定位 一击致命 真的有道理 那当然 你那一个的 借我用一下 你这 你这 这个不行 我跟你说 你别看他没牌子 这可是特供 比有牌子都贵多了 那更好了 这 你不是说要重磅炸弹吗 你这人怎么那么偷 我还你还不行 啊 就这么这儿了 回头还你 谢了 你这 我胶有不慎了 夏叔叔 来看您喽 我的保镖来了 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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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走走走走 来 您就吃这个呀 这怎么了 别提了 说出来丢人 没事吧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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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吃这个 能什么 红烧牛肉面哪 怎么着 你来一碗尝尝 不用不用不用 我吃过了 我吃过了 这是我孝敬您的 一点小小的心意 那小小 那小小 酒 这边还有茶 什么牌子 怎么没包装啊 啊 牌子啊 挂了 你是多多的同事 也没几个钱 不过你下次最好带那个 有包装有品牌的 那包装盒我还能卖钱呢 我 我 我知道 我知道 多多不在家 我知道 他上班去了 我是分门来看您的 我一个老头子有什么可看的呀 小朋友呀 做人还是直接点好 你不是就想让我这个老头子 帮着你追求我们家多多吗 对不对 您太聪明了 太厉害了 您 你别不好意思呢 你看 长得不错 功夫又好 还值得 来看我 我们家多的呢 心底是好的 就是性子太直 不会快玩 你千万别被他 吓回去 别让他吓回去 对了 那个 他 手艺好 他会做饭呢 手艺好极了 你想吃什么 我让他给你做 吃饭吧 多多 你现在的厨艺可成精了 以后我不用害怕没有工作 完全可以开一家私人饭馆 那我可不愿意啊 开饭馆就失去了做饭的乐趣 也是 不知道以后进了采购部 会不会忙得运踪转向的 再也没有时间给你做好吃的了 你不是说郑默不同意你去吗 他不同意我去我就不去 决定权在我 可是你合同还没到期呢 他不会找你要违约金吧 这算内调 不算违约吧 万一他故意找你茬怎么办 那我可不知道了 既然苏珊娜要我调过去 你应该会帮我吧 诶 多多 我已经把我的简历正式投递到 PMS人力资源部了 我强烈要求进采购部 如果你看见苏珊娜 也推荐推荐我 把我也拉进去 这还用你说 只要我顺利进去了 我一定帮你 来 喂 爸 多多啊 我给你找了一个 比工程强一万倍的男朋友 就是你同事 你帮咱们打架的那个小正啊 爸 你有没有搞错啊 谁让你给我找男朋友的 那女儿我就这么嫁不出去啊 多多啊 爸是没能力给你嫁妆 你看你呢 也老大不小了 要学历没学历 人长的呢一般般 工作情况呢一般般 小正这条件可是不算啊 我看你得主动出击啊 我我刚才才是 听你说了好多好话呢 你说我这当老爸 真是为你操心 爸 你真是越来越糊涂了 发这么大火啊 心正的 心正的 我又怎么惹你了 我说你这个大俊男 我好青年 你愤得着到我爸面前 这么诋毁我呢 是 我是要啥没啥 我就是一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行了吧 我告诉你 我一个人老死也不需要你帮我 不是 你说的哪儿跟哪儿 我怎么听不懂啊 你是不是去我家了 是啊 是不是就完了 我告诉你啊 我们家我爸听我的 喂 我说什么了 你爸一个家在那儿说 跟我什么关系 发这么大火啊 气死我了 有心正的跑到我们家去 不知道跟我爸说了些什么 搞得我爸现在很巴结他 搞得我爸现在很巴结他 我这个女儿 好像是卖不出去的 打质商品一样 我看这个姓正的 好像对你是真的 为你撞得头破血流的 为我 为他傻 谁知道撞哪儿 他这个人 幼稚霸道 蛮不将你还自以为是 思思 你说有什么办法让他别缠着我了 烦不烦死了 那还不简单 拼命花他钱 他给你你就留着 不给你 他自然就走了 都不用你动脑筋赶他走 不是 你这个办法不适合我 能不能想个正常一点办法呀 那就只能出险招了 什么险招 请他吃个饭 义正言辞的把话说清楚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可嫌在哪儿呢 为了表明你态度的坚决 这顿饭得你买单 好 为了赶走 这是讨厌的苍蝇 我豁出去了 买单就买单 要怎么了 请我吃饭 行了 我定地方 那咱们 城南家宴吧 那儿我还挺熟的 好 说定了 说定了 朵朵主动约我了 搞定 你 城南家宴 没想到这小子够狠的呀 怎么了 一碗菜汤都要一两百的地方 你说怎么了 没事儿 再贵的地方也有便宜的菜 大不了 我第一只写试完这顿饭 为了以后的态度 值得 几个人吃啊 就咱们俩 我点的都是你爱吃的 这家店的味道特别不错 尝尝这个什么扇贝 虾 这都外边吃不着的 好 很好 够狠 什么 吃 吃吧我再说 你慢点吃 没人给你抢就咱们俩 不好 吃 吃 好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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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饱了 完了 现在可以告诉我 你这次约我来吃饭 到底想跟我说些什么吧 一来呢 我是要感谢你 谢谢你为我受了伤 这算什么呀 男人为女人受点伤 流点血那是应该的 在古代还有男人为女人 发起过战争呢 谢谢啊 我可不是你的海伦呢 所以呢 第二件我要正式告诉你的事 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所以呢 请你以后不要再变这法子 接近我了 我肯定达不到你另一半的要求 我呢只不过是个 普普通通的傻丫头 时间一久 你就会烦我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对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离我想找的另一半 现在差也太远了 服务员 买单 订队 夏小姐 恭喜您成为本月第八十八位幸运客户 根据我们店的活动规则 您这顿饭全免 真的 真的 运气怎么这么好啊 刚才饿得有点烙热龙虾的嘛 对了 好一件事情忘了告诉你了 不管你同不同意呢 我都要去总部上班了 现在呢我要回去收拾一下 以后再请你吃好吃的啊 不过 是与同事或者朋友的事 再见 莫言 打包 行啊 哥们 眼光不错啊 就他妈你多事 你弄给什么什么幸运八十八号 你把人家单买了 你让他把卡刷吧 我不是机会来了吗 你别笑了啊 我急了啊 这姑娘的确有个性啊 你能着了她的道 不能说明你眼光差 只能说明她那个性 太另类 我真舍不得让她花钱 你回去反省反省吧 我跟你说 就你这些常数 对待那些想要骗吃骗喝 拿一点东西的牛没问题 对于夏朵朵没用 你再动你脑子行吗 你再动你脑子行吗 我绝不放弃 嗯 这点挫折我就倒下了 我是郑莫吗 给 这顿饭做一下 没想到你了 我都没想到你了 我可以让你再动你了 那你把手带走 我都没想到你了 我都没想到你了 我还没想到你了 您好 我是夏朵朵 是采购部苏珊娜经理 让我来报到的 怎么没见到区长办公室啊 区长办公室的最顶层 一般人不会进过那儿 你关系我 您的级别够高的呀 随便问问 不要指示姜经理 不然他会认为你不尊敬他的 姜经理早 你好 早 走 苏经理 您应该在夏朵朵来了 进来 苏经理好 坐吧 这些资料呢 是现在与PMS有合作的一些供应商的信息 您要抓紧时间赶快了解一下 还有这些书呢 从理论上 可以教你一些 采购人员的专业技能 你没事的时候 多看看 学习学习 要尽快熟悉业务流程 有不懂的呢 可以问我 好的 另外你将来一定会接触到一些外商 有个英文名是必要的 英文名 就叫Wiki吧 V-I-K-E Wiki Wiki 什么意思啊 我以前手下有一个得力干将 就叫这个名字 后来呢 他叫到国外了 这个名字我一直很喜欢 叫起来也比较顺口 所以你就严用吧 好吧 喂 对 还没有招满 你们人力资源部给我提供来面试的人员不够啊 让我怎么选 嗯 新人可以 但要有前置 思思 哪个思思 古奇店呢 哦 对不起等一下 思思啊 思思我认识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人很聪明 人很聪明 她特别想来采购部 你就再给她一次面试的机会吧 就是我上次在店里 遇到的那个一问三不知的女孩 上次可能是她没有发挥好 她以前在白康做过 对酒类知识很了解的 她要能和我一起做 我们肯定会互相监督的 不不不不 互相督促的 她在白康做过 嗯 工作很出色的 就是她上次老骚扰她 她不得已才离开的 她上次是个老流氓 喂 小张 麻烦你安排田思思来面试吧 这是人工卡 这是门禁卡 这是食堂的饭卡 这些东西你都需要保存好 如果你将来离开公司的话 他们是需要归还的 好 还有 以后这就是你的办公桌了 电脑如果需要格式化的话 找系统维护部门 公司邮箱我已经帮你申请好了 密码是六个零 自己登录后修改密码 还有 你的名片我会尽快给你做好的 还有公司内部的职员电话表 我也会尽快发给你 记住 三个三是我的分析号码 有用意的话找我 记住了 我建议你进公司之后不要再穿平底鞋了 不然会很尴尬的 这个不是平底鞋 五公分以下的高跟鞋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平底鞋 好 莫菲滴 嗯 这鞋怎么样 太夸张了吧 你能驾驭得了吗 有什么办法呀 我们公司安娜说了 五公分以下的鞋都算平底鞋 我买它的时候还在想呢 天天穿着它 是上班还是上行呢 我觉得吧 穿着只要得体就行 喂 你是做什么的呀 你们公司就没有这么夸张吧 差不多吧 好吧 我平衡了一点 可是我的老板苏经理就没有穿得这么恐怖啊 不过我觉得我是个新人 还是跟大家保持一致比较好 而且啊 就我这个没展开的小棍 要是不在店的高点啊 确实有点吃亏 整天仰着脖子看人 那两天不得紧追比他怪呢 采购部怎么样 你怎么知道我进了采购部 你自己说的 我说过吗 我怎么不记得 说实话 采购部没有门店好玩 整天就像待在一个小格子里 以前啊我还羡慕得不得了呢 从职业角度看 采购部的空间比门店大 难道你不想得到一个更好的职位吗 想呀 想有什么用 就我这条件 还是做好本职工作 不要被炒就好了 冬冬 你很不错 不要老否定自己 明白吗 对了 我有个朋友啊 最近被人追 追他那个人呢 特别幼稚 像个小孩 你说 他该怎么办呢 喜欢就接受 不喜欢就不接受 就这么简单 好 莫菲想出去玩了 你也别老带在你那个神秘的房间里了 跟我们一起下去吧 好 我换点衣服 这边 你看 今天莫菲特别开心 肯定是因为你来了 是啊 很久没怎么放松过了 那以后就多抽点时间陪陪冒费 工作嘛就是分工作 用来养家户口就行了 所有人都像你这么简单就好了 是你们自己给自己搞复杂 那你们才过步 复杂不复杂 还好啊 不过听同事说 我在上次苏珊娜经理 跟另一个江洛水经理 好像有点不太对付 怎么不对付 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我觉得苏珊娜经理人挺好的 特亲切 那江经理呢 也挺好的啊 就是对下属严厉了一些 不过同事们都说 江经理人长得太漂亮了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风情万种的背后是野心勃勃 还说让人不回耳脸 可我没觉得 你这是听谁说的 说了你也不认识 朵朵 你不能总埋头干自己的工作 在采口部 这么敏感的部门 你必须学会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不然的话会被人欺负的 谁会跟我过不去啊 我也想看你啊 我就是很好奇 你难道 就不关心你们公司老大是谁吗 我关心又没有用啊 我认识领导 领导也不会认识我 我就不要耽误领导的宝贵时间了 走了 莫菲 走 快 看看 冒昧的问一句 听Vicky说 你离开白糠 是因为不堪忍受老板对你的骚扰是吗 Vicky 是谁啊 夏朵朵 Vicky是我给她写的英文名 嗯 确实是因为受不了才离开的 那时候我就特别希望能遇上一个 像您这样民事里的女上司 公围的话就不必说了 只要回答问题就好 嗯 您问吧 白糠现在仍然是我们的供应商之一 如果你做了采购 还是会跟他们打交道的 而且还会跟形形色色的供应商打交道 不乏会有更过分的人 你就不怕继续受到骚扰吗 采购后供应商之间 最起码是平起平坐的合作关系 不像上级下级那样 下级只能任由宰割 对不起 我不是说所有的上级都这样 我明白你的意思不用解释 不过说句实话 我很了解白糠的内部运营 我不认为他们是最好的供应商 他们的管理很松散 很多货品的来源都很混乱 如果利益谈得聋 我觉得还有很多其他不错的供应商 都可以开发一下 开发供应商是需要做大量的市场调研工作 你有兴趣吗 我太有了 我最擅长的就是结交新的朋友 是新客户 尤其是那些高素质的商家 我都很感兴趣 就比如奢侈品市场 我就很精通 国内的奢侈品消费已经赶超日本 占据全球第一 我觉得这种精英消费模式 会慢慢扩散其他中低端的市场 刺激商家必须提高品质 没想到你的观察视角还挺宏观呢 这就是我和朵朵的不同 它着眼于细节 我注重于大方向 以后这就是你的办公桌了 咱们公司这么环保 还给员工送绿植啊 这个好像不是公司送的 不是啊 我送的 欢迎思思小姐入职 瞧我这脑子 太激动 差点把你给忘了 安娜 我可以带你完成下面的工作 这些卡 就由我来承受她各自的用途吧 那太好了 省得我白费口舌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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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嗯 喂 又怎么了 这个月的还债日可要到了啊 知道了 你昨儿刚催过我 真是的 债主了不起啊 我没说不还你钱 夏朵朵我跟你说你知足吧 你去哪儿找我这么好的债主啊 你说你只要每天陪我吃吃饭 逛逛街看看电影什么的 你想的美 看电影逛街呢 我告诉你啊 你别再催我了 你再催我 我就不还了 喂 喂 喂 什么事的啊 杨白老翻身所主任 敲门了吗 我当时就这么说你 现在赶紧说我了 行了 一报还一报 我哪有那么小心呀 纯属意外啊 就不是意外我也不介意 这个月的货款 财务那边给你结清了吗 有你在呢 当时就给结清了 你们公司那批百葡萄酒 销售真不错 我再追加一百箱 没问题啊 回头我叫客户经理过来签合同 立个IP再给你绕一张 说好了 我听说朵朵和思思都进采公路了 别跟我提这事 你提我一肚子气 你说朵朵不在了 这店有什么意思 一点儿不好啊 你这想法可不对啊 那朵朵思思建采公路不是好的事 你不能以个人感情的名义 阻挡人发展的 是不是 发展 我就知道你高兴了 这俩去采公路不帮你了 你的浩然可以大大发展了 是不是 你还老抢我呢 喂 什么事慢慢说 中毒了 你们大家伙都看看啊 就是这火腿肠 我就是上桌子他们这买的 给我儿子一吃上吐下歇 都住医院了 你们说是不是你负责呀 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一定会负责任 但是现在不能证明 一定是我们的火腿肠出了问题 万一是别的食品呢 这肯定是这火腿肠 就是这新换的牌子 不是 店长 太太您先别着急 我是店长 有什么您跟我说 你是店长是吧 那正好 我跟你说啊 我儿子吃这火腿肠现在住院了 将来要真有什么问题 导出医疗费精神损失费 你们一二都不能少 好 这个您放心 如果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一定会赔偿 您说的就是这种火腿肠 是啊 看着包装挺好的 谁叫这里的什么肉 赶紧通知食品科 把火腿肠下架 然后让供应商过来一趟 全面调查 好 我这就去办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查个清楚 如果是我们该承担的 我们一定会承担的 过期食品重新再包装 这是缺德知道吗 你把这种生产商的货 发给我们 不是承认害过的吗 这 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吧 我也是受害者啊 我已经跟那个生产商 打了招呼了 他们一会儿啊 把所有的货品呢 全给召回 而且呢 还赔偿你们的所有 经济损失 赔偿 你们他们赔得起吗 我们这是新开的大卖场 今天最怕出现生育问题 你是不想在卖场圈混了吗 我也是被逼无奈啊 你们PMS的进场费 返点和那退货机制 都那么苛刻 你说 我们作为这些中间雇佣商的利润 实在是太薄了 这所以呢 我们不得不跟这些小厂商打交道 这可是谁想到 谁想到 他们能做出这种以次充好的事情来呢 你说 被逼的 还无奈 你要嫌挑战苛刻 你可以不接受 没人逼着你做生意 知道吗 你说吧 这事先该怎么办 要不 我们登报公开向消费者道个歉 也替你们挽回一下这个罪责 你看 这样行不行 当然得道歉 不能登报道歉 为什么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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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都交给你来选择 你一样的我都记得 你给的我都留着 这一切都属于时间了 以后的这一切都属于时间了 我知道有些爱碰不得 却又舍不得 曾经拥有过也是好的自我安慰者 我知道有些人爱不得 却又恨不得 也很与她有vor 咱所谓 190 americana 我知道有些爱碰不得 却又舍不得 曾经拥有我也是好的 自我好为这万年 我知道有些人爱不得 却又恨不得 何苦你已醒过 也值得了 也该放出了